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央積金的 上個禮拜行政長官已經透露過施政報告表示 在2024年會恢復7000元的央積金注資 相信當局在這個措施 都是基於對現時經濟復甦的情況 以及未來澳門經濟發展的趨勢的信心 而作出這個決定 大家都知道因為種種的原因 前面有幾年的央積金都是沒有發放的 這樣今年開始恢復是一個好消息 而央積金其實是發給長者主要的去改善生活 其實每駐資多一次對長者的生活是多一份的保障 加上現時物價的象徵 長者的公寓定價又偏高 其實老人家的生活壓力還是很大 他們除了之前的一些積蓄之外 其實是沒有其他收入的 請問思長 未來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 博彩收入繼續回升的情況下 會不會考慮補發之前幾年的 沒有注資的長者的央積金 去改善生活的質素 又或者會不會考慮 通過提升央積金的金額 去達到補發前幾年的央積金的目的 這裏想回應一下 就是有關謝世宏議員提到那7000元的問題 在這裏都要講一講 因為事實上我們明年的盈餘有條件的情況 我就按照法律規定 有盈餘的情況之下 有條件的情況就發現7000元 但是你說過去那3年7000元 會不會發出原來這個是沒有條件的 大家知道我們那3年用了 差不多是2000億的那個預算 在得到立法會的許可的情況之下 幾乎八成都用了在各個 我們的疫情期間所有的支出 但是基本上就 保理制度和稅費減免 基本上都是有按疫情的情況 採取特殊措施 大家知道那3年 大家都不知道下一個階段 它的情況會是怎樣 所以是一個不確定的狀況 1月8日大家知道 正式進入復甦就是一個不確定 進入確定的狀態 所以看過之後 我們也看到各方面的條件具備的情況 才犯這7000元 但是你說要追回那3年 這又沒有條件 因為不許可